本期议题的关键词是 房屋租赁纠纷 合伙纠纷 根据本期的争议话题 栏目在金牌律师库中 选取了民商市诉讼领域的 陈婉夏律师 刘凯律师 黄浩律师 组成本场拜理律师团 本期请到远博士提供 对立视角的X律师 是法学客座教授丁绍云 在今天的交锋当中 他将成为三位金牌律师 强大的对手 本期委托人来自河南商丘的陈仙磊 几年以来 他一直从事着流浪猫的 收养与救助工作 并且借助短视频平台开展运营 2020年2月 他突然有了想筹备和建设 猫城堡的想法 并与合伙人李通 在老家商丘租了房子 随后他就投入到了 猫城堡的装修工作中 然而就在猫城堡 即将竣工的时候 合伙人李通提出退出 房东也要求他搬出房子 陈先生一年多来的心血 瞬间化为了泡影 一段短片了解一下当时 梦幻豪华猫声巅峰 这是网友们对于猫城堡的评价 也是短视频账号 蠢喵二人组备受关注的原因 我是从2018年的时候开始收养 流浪猫 到2019年的时候收养的流浪猫 已经将近20只了 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开始有了 打造猫城堡的一个初步的想法 2020年 在合伙人的劝说下 陈先生在老家租了一套房子 开始了猫城堡的打造 从装修设计到施工选材 一切都以猫咪们的习性出发 随着猫城堡改造过程的发布 陈先生的短视频账号 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然而就在大家 期待猫城堡竣工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 猫城堡被拆了 这个是我现在所在的房子 是之前为了打造猫城堡二期 而租下来的 从猫城堡拆出来的东西 都堆在了这里边 包括从猫城堡里边 搬出来的猫 也都在这个房子里 像这个房间里 也都是从猫城堡里 拆出来的东西 这几部画 都是我们当时找人装个画的 这些东西呢 其实现在利用价值 已经不高了 基本上是等于是 全部能用了 陈先生没有想到 由于租房合同上 只有前合伙人的签字 而他们的中途散火 导致房东不承认自己的 成租人身份 一纸告知函 让陈先生进退两难 当时房东那边态度极为强硬 房租呢 就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必须是商量三倍 要我搬走 如果我不搬走 他要以这种非法侵占罪来起诉我 看到房东态度如此坚决 陈先生马上联系自己的前合伙人 希望他能够配合自己 完成变更租房合同的手续 他当时电话里说 跟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跟我完全受不着 他只能是说 去跟房东那边去解决问题 但是具体解没解决 我一直等到现在 也没有等到他的回话 面对沉默的前合伙人 和强硬的房东 陈先生只能将猫城堡拆除的经过 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 而评论区内却是中说纷纭 我发布了这些视频之后 大多数的人都是很同情我 同情这些流浪猫 但是也有个别的一些人 质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 觉得是剧本 自编自导 所以说我特别想去证明 这件事情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眼看着自己一年多的心血消失在眼前 陈先生决定来到金牌律师团 为自己和流浪猫们讨个说法 委托人陈先磊 已经来到了金牌律师团的录制现场 如果他能承诺所言属实 三位金牌律师将竭力为其提供服务 在节目的最后 他也将在其中选取一位金牌律师 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委托人陈先磊 请你承诺 你接下来所陈述的皆为事实 并且你为你所陈述的事实 承担法律责任 我保证本场均为真实的表述 我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你好陈先生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看了刚才的短片 我觉得原来的猫城堡微微壮观 对 这是我花了一年多的心血打造而成的 你当时有了打造第一个猫城堡的想法的时候 你是怎么实施的 当时是我从北京带着17只猫回到老家 因为疫情我也没法回北京 我那个前合伙人就找到我 然后他说服我 让我在老家进行我这个想法 打造这个猫城堡 也是因为他的执着吧 他三番五次的去找我 我们又有一层亲属关系 看到他那么执着 而我呢 确实也是需要帮手 我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 综合考虑吧 我同意了我俩合伙 然后就开始达到这个猫城堡 那你觉得 凭他的执着三顾茅庐 原因何在呢 他可能是看中我当时短视频的账号的这个粉丝量和流量 当时有多少了 当时达到了将近一百万吧 也就是猫城堡还没有建的时候 你已经有一百万的粉丝量 对 猫城堡建立了之后呢 从发布猫城堡打造的这个视频到我拆除之前 从当初的将近一百万粉丝涨到了三百七十万左右 从你救助的第一只流浪猫开始到现在总共救助了多少只 现在大概有四十五六只吧 你觉得这四十五六只 有哪些只对你来讲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有一只我叫他大儿子 那是我在整个猫城堡被拆的过程当中 它是我最大的一个损失 出于对流浪猫深厚的感情 刘先生在录制现场潸然泪下 令人动容 但救助流浪猫 并不能仅凭热爱和善良 陈先生建立猫城堡的初衷 就是希望找到能够把这份事业长久维持下去的方法 然而陈先生和前合伙人只有口头协议 而租房合同是前合伙人和房东两方签订的 成租关系中没有陈先生的名字 导致陈先生和前合伙人散伙后 遭到房东驱离房屋 只能将猫城堡亲手拆掉 那实际上你在修建猫城堡的工程当中 花费了多少钱 是从开始装修到拆除 整个过程猫城堡的装修 投入大概是在30多万 那后来房东不想租给你房子的理由是什么 他不是不想租给我 他主要的这个目的是涨房租 是高价租给你 对因为他当时联系到我的时候 首先上来就是不承认我的这个成租人身份 执意说我是转租的第三方 然后要和我重新签合同 房租就不能按以前的那个标准走了 然后要上涨到原来的三倍 这一点是我无法接受的 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诉求是什么 我来到节目的诉求就是 我要求房东返还我的剩余房租 包括房东这个违约的 这个责任我要对他追责 赔偿我的损失 以及我前合伙人 他的不配合造成的这种损失 我也要对他追责 你带来了什么样的证据呢 一个告知函 包括我之前拆房子的视频记录 擦亮眼睛发现真相 第一轮来意举证试课 陈先生无法接受房租涨到三倍的要求 在和房东多次沟通后 不但房租一分都没少 反而却收到了房东的一纸告知函 房东明确提出 陈先生养猫拍摄短视频 侵犯了房东的权益 并且不承认陈先生是租客 我当时跟房东那边说 我是和我这个前合伙人 我们俩一开始就合伙 我做的这个事 只不过就是说 他因为一些原因退出了 但是我做的这个事没有变 但是房东那边呢 等于说是完全不听 他只认做完合同上 签了字的那个人 陈先生在监控中还发现 有人在未告知他的情况下 更换了猫城堡的门锁 房东的变卦 合伙人的拖探 让即将竣工的猫城堡 就这样消失在陈先生的眼前 眼看着他添砖加瓦 眼看着他灰飞烟灭 这中间的心情挺复杂吧 确实是很难过 整个过程 因为毕竟是辛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打造的 突然之间就没了 那种失落 那种不甘 那种心痛 就无以言表 现在这些猫咪们怎么样了 现在这些猫咪是搬到了隔壁的那个房子里边 那个房子就是等于说是一个毛屁房 什么装饰都没有 我们就临时铺了一些地板阁 然后找了一些棉被 然后让猫咪先暂时在那先过渡一下 在你看来猫现在的生活水准下降了 它们自己有感知吗 能看得出来这些猫咪其实还是挺失落的 因为这个房子和猫城堡那个院子是一墙之隔 它们通过这个窗户 其实就可以看到猫城堡 它们经常就是蹲在这个窗户往那边看 其实看到那一幕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边是很心酸的 因为猫咪知道哪好哪不好 它们之所以站到窗户那去看那边 它们就是很怀念当时在院子里边肆无忌惮地奔跑 可以慵懒地晒着太阳 可以在那个装满猫趴架的大房间里边 追来打去的 你回头瞅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冲动 胜于理智 有冲动的成分 但是我觉得当时面对房东的那种咄咄逼人 那种鼓我发告知函 要求我48小时内必须搬离 然后报警 然后还要以这种刑事罪名来起诉我 什么引起的刑事罪名 他说我非法侵占他的房屋 针对第一轮证据 三位金牌律师请提问 好的 陈先生在听完您对整个事件比较详细的叙述之后啊 我对其中的很多场景都非常的能感同身受 因为我自己家里也养了两只猫 那其中一只呢就是在家楼下捡的小流浪 那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您看一下啊 就现在探索整个流浪猫这个救助的模式呢 已经变成了您的一个事业了 我们这么理解对吗 嗯是的 那为什么在合伙之初没有跟您的合伙人讲好利润的分配问题呢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嗯 第一点就是我的那个前合伙人他对于自己投资多少这个并没有明确说明 嗯 包括他之前对我的一些承诺 所谓就是说 他的能力如何如何 这个我当时是无法判断的 所以只有说经过我们合伙一段时间之后 嗯 在那之后我才考虑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利益分配或者是股权分配 嗯 蠢喵二人组的这个账号是您自己亲自在运营的吗 一直以来 啊 对 这个账号是我亲自运营的 在合伙之前的两年 包括合伙之后的一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运营 我刚才看到这个告知函 他在第一段中就说你是没有经过他的允许 在他那个猫城堡在那个房子当中有拍摄 然后有传播一些视频对吧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还能不能够清楚的记得 当你发的就是第一条和这个房间和这个猫城堡有关的视频是什么时候 是在2020年就也就是去年 的11月底左右12月份的时候我们发布了关于猫城堡改造的第一条视频 也就是他在将近一年之后向你发出这个告知函说你是未经他的允许来进行拍摄的对吧 是的 其实他应该就是很早就已经关注到你的抖音账号了解过你这个猫城堡的一些状况对不对 他应该是提前就知道 因为我看猫城堡的装修应该是很有设计感的对吧就是这些设计都是你自己就是 对那个桌子是吗 全是由我一人设计的这个设计这一块我的前合伙人是 没有参与的 您想主张的损失都包括什么 包括房东的 违约责任对我造成了这种损失 包括返还剩余的房租 还有搬家时候产生的这些费用 之前房东是否了解过您成租房屋是为了建设猫城堡 这个在我们租房之初就跟房东沟通过我们这个房子是要对他进行一个很大的改造和装修 而且未来我们是要在里边办公包括养猫咪这些都提前告知我 房东那边也没有任何意义 包括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 房东本人包括房东代理人都有亲自来过 当时他们都很认可 然后还给予了肯定 是否拖欠过租金 这个租金是没有拖欠过 第一年的房租就是我前合伙人去支付的 然后第二年的房租是我个人支付的 也就是说您个人也是以上打租的形式 已经向房东支付了下一年度的资金是这样吗 是的 是在今年的5月11日支付的第二年的房租 这些我都有转账记录 而且我也告知了房东 即便告知了他之后他依然还是不承认我这个承租人的身份 针对第一份证据X律师请提问 你们之间合同里边有没有明确的写租这个房子要用来养猫 租房合同里边没有体现 没写是吧 对 然后合同里写到这个承租人是你吗 承租人是我的前合伙人 就不是你对吧 不是我 然后当你收到那个房东的函的时候 没有房东函 猫城堡是被你主动拆除的对吗 是我主动拆除的 是你主动拆除的 就是包括拆除了猫城堡在退租这期间 账号依然是涨粉了对吗 涨粉了不是不是掉粉了对不对 对我的我的账号是一直都处在一个涨粉的阶段 涨粉状的对 就房东的部分 你们合伙投入的装修 是你自己拆掉的 你的猫被你带走了 你在这里最有财产价值的是你的抖音号 涨粉了 那你的损失在哪里 是因为你让牛辣猫有地方可去了 对 那个那你觉得养猫跟养牛 或者养鱼有什么区别呀 那很明显它是一个 本质上是一个商业项目对吧 它并不是一个慈善项目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你的初心是以救助流浪猫开始的 但是现在发现救助流浪猫可以赚钱不是吗 这种商业动机其实我觉得我并不是因为有了看到了这种 前景就是比如说救助流浪猫做抖音号 然后才去决定做这个事情 其实做这个抖音号的初衷就是为了想把这个救助的这个过程 展现给更多的人看 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人 实际上呢 这个房租原来一年一年只有16000对不 然后即便是长了两倍达到三倍的时候 一年只有48000对不对 我是不太理解 就是你为了每年多出来的三万两千块钱 不惜拆掉你已经投入了三十多万 然后你现在要回来主张这个房租的16000的损失 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他只愿意跟我签一年合同 就意味着第二年他还有可能再过涨 我还得受制于他 我随着往后我继续使用的话我肯定投入会越来越多 那样的话我始终是被他这个牵着鼻子走 我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利 那所以说其实退租的这事其实你也同意对不 退租我是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 选择退租 你所谓的无奈是你算了个这你觉得还是退租合适 好针对X的观点以及他的问询 三位禁派律师请反驳 在这个反驳X律师之前我想先问一下陈先生 如果你没有收到这样一份告知函 你会选择主动的拆除猫城堡 并搬离城主的房屋吗 不会 我相信刚才陈先生的这一句不会 就可以解答X律师的全部问题 那么如果小陈不拆除 房东会怎么办 是把小陈在城主房屋内所有的设施都砸碎 还是遗弃在大街上小陈不得而知 所以说小陈无奈拆除是基于房东的错误而导致的 如果我们按照刘律师的说法 这个小陈当时对这个房东的这个罕见 有意见他该选择不搬他该选择不动 那如果是房东来拆的话呢你可以告他请权 或者说当时小陈就可以到法院去起诉房东 这是按照你们立场说我不同意解决合同 我要去继续履行 但他都没做 他用他的行动回应了这个告知函 表示我收到函了我同意所以我拆掉了 那这个责任跟房东有什么关系 换句话说呢 这个陈先生拆除这个冒生保的的行为 就表示他完全同意房东的看法不是这样吗 我们就沿着X律师那个逻辑往下捋 第一个就是在装修过程当中 房东有来过现场并且很高兴的对猫城堡进行的拍摄 对不对 当时是很高兴你把这个房子打造成一个猫城堡了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认可他对这个房屋的租赁的用途已经默许了 就是猫城堡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而且就是猫城堡的装修和养猫的整个过程都是您和你母亲在参与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包括你的抖音号也是你自己在运营是吧 这个事情房东一定是会知道的 所以从这两点来说也可以证实就是按照X律师那个逻辑的话 房东已经是默许你也是城堡人一部分的这个事实了 房东表示默许了 就这个是你猜测的就是房东认为你会养一只猫或者五只猫和他后来发现你养五十只猫 而且你要准备养五百只猫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就是某些人家喜欢养宠物养一只养五只和你要发展一个动物养的产业 你要在他家的老宅里边干一个猫圈能一样吗 猫城堡的拆除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这些粉丝一直在支持我 合伙人房东却始终未曾露面 房东就不同意他有什么责任呢 您和房东会不会有一个合作的可能性啊 一年多的付出三十多万花费却换来一片狼藉 还原案情的真相 共同起诉你的房东以及前合伙人 你有什么权利呢 因为你不成了义务啊 金牌律师团消失的猫城堡正在播出 你拆除猫城堡的视频没有让你的粉丝量激增 没有 反倒是可能让你前期运营平稳的这样一个粉丝流量 形成了断崖式的下跌 对 你今天带来了其他的证据吗 我带来了租房合同 还有我们的散伙协议 以及我对房东的第二年的房租的转奖记录 擦亮眼睛 发现真相 第二轮来一句正式课 猫城堡的房屋租赁合同 由陈先生的前合伙人与房东签订 合同内约定租期三年 每年支付一万六千元的租金 第二年的房租由陈先生通过个人账户支付 在陈先生与前合伙人签订的退伙协议中 也明确约定了前合伙人有义务配合陈先生 变更租赁房屋合同等等 然而前合伙人自签订退伙协议之后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先生也曾上门试图与前合伙人取得联系 但并未奏效 打给他的电话也是被直接挂断 你在哪里啊 你在哪里啊 电话挂了 听到我的声音他的电话就挂了 这个就是我前合伙人所住的小区 刚刚我上去敲门 家里可能是没人也可能在家 他不准开门 我刚刚打了个电话 听到是我的声音马上就挂断了 现在就是完全一种不沟通的状态 那你们在合作之初 谈论过我们的分工 我们的合作 包括我们的利润分成 是怎么约定的 因为我是带着一个成熟的账号 和他去合伙的 包括后期我们的分工 是有侧重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当时是咨询了一些专业的做股权分配的一些人 然后他们给了我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比例分配 当我把这个告诉我的合伙人的时候 他当时就决定退博 比较合理的股权分配是什么样的 90%对10% 而且这90% 我是考虑到后期要引进新的投资人 因为我刚刚说了 未来我是要全国推广这个猫城堡的 这个可能需要大量的资金 那能不能理解为 他本来就是由于没有得到这部分利润 而且还有后续不断的投入是一个无底洞 况且你给他的股权分配 他认为又不合理 所以他退股了 是有 在我们有盈利的时候 我没有主动提出来去分配这个盈利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意见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并没有直接的去说明这个事 一直到我们谈论这个股权的时候 他等于说是彻底爆发了 他最大的不满就是没有把挣到的钱在第一时间分掉 我的这种持续投入让他觉得可能看不到希望吧 就像他对猫没有任何的感情 你也知道猫城堡的装修 所有都是根据经验 养猫的经验 对猫习性的了解 所以就是在很多时候 不是他没有发言权 而是他找不到可以发言的地方 好 针对第二份证据 三位金牌律师请提问 您在搬出猫城堡 拆除猫城堡之后 房东还有再联系过您吗 房东在我拆除搬走之后的时候 来了 那是房东代理人 但是房东是一直没有出面 那您搬离之后 是怎么跟这个房东代理人再进行沟通的呢 内容大概是什么 因为在我们搬的过程当中 房东的儿子就给我打了电话 他很意外 可能是周围的邻居通知了他 他电话当中说 你要是损坏我的东西 我会起诉你 你从你银行卡的 本人的银行卡账号 向房东转账的时候 和转账之后 房东对你的转账行为提出过质疑吗 没有 当时转完账之后 我就通知了前合伙人 然后前合伙人又通知了这个房东 中间之后就没有产生过任何的意义 下一个问题 房东认为 合伙人与你之间是转租的关系 对吧 对 那么房东认为的转租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从我和前合伙人散伙那天开始算 如果从你开始使用房屋到 房东给你下告知函 是不是超过了六个月 是 超过六个月 根据城镇房屋租赁合同司法解释 转租行为是否有效 是有效的 在这个退火协议当中 有一个第五条 五点一 甲方退火后 贸屋城堡的相关事物 应该是由前合伙人来进行协商沟通的 是吧 对把这一条加进去 但是当时我是考虑 就是让他签协议的 当时就把这个情况 先通知房东 让房东了解这个情况 之后至于说 什么时候变更这个租房合同 那就是协商之后的结果 但是他并没有履约是吧 没有 从来都没有和房东沟通过 从来都没有 直到房东联系我 他都没有把这个真实的情况 转述给房东 针对第二轮证据 X律师请提问 我们都知道 那个实际租房合同是他签的 对吧 对 就是他的名 就是如果你们俩 把房子租下来 你不准备跟他合伙了 其实房东也只能找他 找不到你 对不 如果说 当时这个项目没干成 你的合伙要承担交付租金 承担房屋恢复原状的责任 对不对 因为你不承担义务 正常我不可能说是找到他了之后 我完全就是不去承担这个义务 那个好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你那个在你们的那个退伙协议上写的 就是你的合伙人并不保证 把这个房子给你这个转租办下来 对不 他只用了这种配合或者协商空空这样的词 对不对 二话说配合是个辅助作用嘛 就决定权不在他嘛 对不对 那你说如果他配合不了 就是人家房东就不同意 他是配合了 房东就不同意 他有什么责任呢 你想 他是真是出来就是主动配合的话 那我是追究不了他的什么责任 但是关键是他不配合 X律师认为 陈先生没有在租房合同上签字 意味着他不能承担乘租人的义务 如今也无法向房东主张权利 而退伙协议中的约定 并不能对前合伙人形成强制要求 自然也就无法向其追究责任 面对X律师的质疑 三位金牌律师将会如何应对 我们还是不要被X律师的这个逻辑给带偏了 它不是一个转租 我再次声明一下 根据我们这一轮的这个证据呢 我们可以推定 它确实是一个合伙关系 另外根据民法典规定啊 合伙人可以就合伙事务去委托 其中一个合伙人来执行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现有的证据 可以初步来推定 李通是完全可以代表 陈先生和李通的这个个人合伙的关系 去跟房东签订合同的 看起来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小陈啊 跟他的前合伙人 他们之间有过一段那个合伙的关系 但问题是他们当时呢 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 他们甚至没有达成关于合伙的条款 他们绝对合不下去了 严格的说他们是不是散伙 他们是不再合伙 因为他们说还未曾合过 说怎么合还没说 说不干了不干怎么办呢 民不民不损失吧 所以他们签了再一个东西 那么既然不是合伙 那就是转租 那刚才我也陈述了 如果是转租 房东在六个月内没有提出疑议 那陈先生的租立行为 也是合法有效的 刘律师很明显 说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 就是转租 但问题是什么呢 你在这里边认识转租的时候 它差了一个重大环节 就是转租的话呢 就要有出租人 成租人和次出租人 换句话说 你要是转租的话呢 就是房东租给了他的合伙人 他的合伙人租给了他 那看起来呢 他的合伙人退出了不玩了 现在剩了俩了 剩了俩了俩 你这个成租人没有了 所以你这个转租不成立 人家那个就是出租人 出租人是可以抗辩的 就是说我租给你 我不知道你要拿他起来 跟谁合伙 我只租给你 就我租给你以后 你就合伙 合你们合伙以后 我租给你们俩 不是完全的相同的一回事 他现在是什么呢 他唯一的机会是说 他作为共同的成租人之一 他认为这个出租人 是提前解约违约 要求这个承担责任 我们看到通过两轮举证 X律师和三位金牌律师 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那么究竟X律师的观点 会不会对三位金牌律师的判断 产生影响 接下来请三位金牌律师 阐述自己的诉讼思路 好的 陈先生 我先跟您阐述一下 我的这个代理方案 我现在认为 如果你们几方 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 把这件事情 能够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的话 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下 您和房东会不会有一个合作的可能性 再加上您现在和这几方 比方说像您的前合伙人 还有房东多多少少可能都有一些亲属关系 就更加的好坐在一起来进行沟通 我是希望你们三方能够达到达成和解 这样子的话 不论是对您账号的发展 还是对您的那些小流浪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如果说和解不成的话 咱们再通过其他的一些法律途径 来解决这件事情 首先呢 我认为 陈先生与房东之间的租赁行为 是有效的 房主与小陈之间的 租赁行为是事实 因为房主毕竟收取了小陈一年的房租后 仅过四个月就要求小陈搬离 我建议小陈起诉房东作为被告 起诉自己的前合伙人作为第三人 这样的话呢 你既可以还原案情的真相 也可以解答你心中 房东与合伙人之间是否存在 恶意串通行为的这种疑惑 同时呢 也可以向房东主张一定的损失的赔偿 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弥补你的损失 弥补你情感上的一些损害 我的诉讼方案就是你作为原告 共同起诉你的房东以及前合伙人 和刘律师不同的就是我觉得前合伙人也应该是被告而不是第三人 你作为实际承主人的情况下 房东在违背合同条款约定的情况下 要求提前涨房租和你没有达成一致 这个时候房东给你发来了一个告知函 他这就是以自己明确的行为表示 我不再继续履行质问成租合同了 你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拆除了自己的冒陈保 我觉得房东一定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收到你的前合伙人 在你的退伙协议当中还明确约定呢 他必须有义务协助你完成这个租赁合同的变更 他没有做到这些导致你拆除了冒陈保 这一部分损失 我觉得前合伙人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 陈先生 我相信你在生活当中一定是听到过一些恶意的解读 比如说有关于你的行善 不过是裹挟着人们的爱心为所欲为 听到过这样的声音吧 有 这种声音还不少 但是我倒是觉得 不管你行善的方式是什么 都不要违背自己善心善念的出息 行 谢谢 那今天你会选择主张调节的黄律师 我是希望你们三方能够达到达成和解 还是会主张把房东作为被告 前合伙人作为第三人的刘律师 既可以还原案情的真相 也可以弥补你的损失 还是会选择主张房东和前合伙人基为被告的陈律师呢 他没有做到这些导致你猜除了黄城堡 三位金牌律师您会选择哪一位呢 我选择刘律师 为什么 因为损失已经造成了 但是这个真相是我想要追寻的 我觉得选择刘律师 希望他能帮我把背后的真相给揭秘出来 追逃损失呢只是其中一方面 也想通过这样的节目呢 去想让我的前合伙人和房东 知道我的态度 就是希望他们能出来配合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选择一种逃避的行为 可能网上有不同的声音 有很多对于陈先生的质疑 是先赚钱还是再养猫 还是先养猫再赚钱 哪个在先哪个在后 我认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看最终的效果 能够给社会带来什么 是否能够在网上产生一些正能量 如果真的说说 有什么东西需要其他的这种商业合作团队 需要记取的是说 你要确定 就是你们在合作初期啊 你们双方之间 关于这种未来合作的愿景 有没有真正契合的地方 你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一座梦幻般的冒称宝 由于种种原因 回到了它 原来的模样 而陈先生救助的流浪猫们 也如同午夜钟声敲响的灰姑娘 回到了它拥挤而寒冷的房屋当中 随之一并消失的 还有一年多来 陈先生的苦心经营和美好愿景 我们希望故事的结尾 能够像所有的童话故事一样 拥有一个圆满温馨的结局 同时我们不应忘记 合作创业需要路里同心 需要彼此迁就 更需要责任和制度的制约 即使是亲兄弟 也要明算账 这样才能在事业 逐渐发展壮大过程当中 规避潜在风险 收获更多成功的果实 擦亮眼睛发现真相 感谢收看由顾眼第一部 来一夜黄素冠名播出 辽宁省司法庭特约不应的金牌律师团 一份嘱托 一声召唤 金牌律师为你而战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